有有有有有大妹駕照 新北地检署美女檢察官成漢章 今年五月開始在IG上分享每日穿搭照 不僅女裝造型時尚亮麗 加上身形高挑先兽让网友大赞之姓美女 陈汉章27日在社群公开 自己十年前的旧照对照图 我是真的很不想面对十年前的自己啦 不过这毕竟就是我活过的痕迹 也没什么好隐藏的 看到对照图是不是很激励各位 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也有很多可能性 陈汉章今年43岁 不管开庭或私下都常以女装亮相 不只穿搭做改变 就怕开庭出现反差 有失机关微信 便在2022年5月动身带手术 变成低一点的女生声音 还透露现在还能畅语多甜光的 First Love 哈喽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做的窗外风景 事实上陈汉章已经结婚有老婆及小孩 老婆也很支持她的兴趣 也会帮忙推广她的每日穿搭 老婆也发长文透露 简做是个很有耐心又有毅力的人 设定目标就会努力达成 虽然她有女装痞 但在交往时就诚实告知了 结婚也是我说愿意的 即使女装痞这件事随着人生的前进 从痞好慢慢变成日常 她对我的疼爱与照顾并没有改变 甚至变本加厉 包容力也越来越高 我也因为她的女装痞抱着不愿服输的精神 开始运动让自己变得更好 甚至借由写文这件事情 更能坦然面对内心深处的声音 她就像蚯蚓一样是没有性别的 就是她也不会想要真的去变性 我自己觉得我比较像女生一点 可是我自己如果大家说 那你已经这样子 那为什么你不算是变性 我不想要变性 我觉得我自己的现在的身体 我是很满意我现在的状况的 因为如果我变成真的女生的话 我会去顺应 我觉得是顺应就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变成一个真正的女生 但是说真的其实我也不是真的女生 因为我没办法生理 我也没办法有生理期 我还要一直去看 就是像我平常开玩笑 要一直打喝 跟吃过的 嗯 还有瘦壁的问题 对 所以其实你是不是想变性 我不想变性啊 大家马上都误会了我 所以很想变性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同性面 或是像我们这种人是被影响 还是他是受家庭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 这不是谁受影响 还是先天有这种疾病 因为有人觉得这是个疾病 我觉得这都不是 我觉得这都是就是 你在受精的那一刻 谁就注定也是特别的 而且 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所谓的一心面 就只有爱这个感觉 我觉得只要两个人就是有爱的话 那个性别都不是太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同性面 或是跨性别的 这不是透天 或是被写影响 所以你自己也觉得很重要 我国中的时候 我有个女生朋友 她就突然问我 她就说 欸你怎么这样 然后她就不懂 为什么她要说我这样 我说什么意思 我真的不懂 她说 这样子啊 就是 不男不女 她的脸真的就像我这样子 我就说 我就不敢讲 我就没有讲话这样子 然后其他同学也在做 也注意到 然后就开始围过 她就说 我也有哥哥啊 都不会像你这样子 然后我笑哦 哈啊啊 然后就笑很大 然后其他同学也在笑 然后我也在笑 我就要比他们大事 然后我就觉得 欸 是不是好像疯走 然后就离开了 然后后来我放学回家的时候 就走走走到一半 我就开始觉得 有点加湿湿的 我当下 我当下觉得 你不知道我在哭什么 我当下不知道 是之后过了好几年 然后我就想到 哦 我是在心疼 我就是心疼我自己 我是在心疼我妈 因为她 我朋友 我那个同学说 你妈怎么把你生成这样 对啊 我才明白我那时候 就掉眼泪是因为 哦 我真的是在心疼她 她骂妈妈 那时候她就在心疼她 有一阵子我都觉得 我很像灰姑娘 就是 我还在 佛光补助 大家都觉得 我觉得 你好勇敢 好漂亮 但是他们其实不知道 我私底下是 就是自己心疼 我必须 我在说文之前 我要先穿 因为他们喜欢穿的 他们喜欢我穿的那些 就是很丑的 卡其色的裤子 跟 深黑色的背景 就是 那我要出门 我假装很开心 但是我要 我要很动作 很敢的 带着我喜欢的衣服 就要在包包里面 然后我要到我家附近的 藏藏车里去换衣服 有一阵子 我都不知道我要去男车 还是女车 因为我要去 就是我男生的样子 我走路去男车 我换衣服是ok的 可是我走出来的时候 大家会 男车如果在天亮 他会 他会看我 对对对 他会会吓到 所以 我在 我有好几次 但是我换衣服 我觉得 好 我要去上课了 然后我又会在 我又会在 就是小便斗 就是隔街的那些厕所里面 我会待很久 我就想说 我到底要不要出去 我现在很害怕 我很害怕 因为没有人跟我一起 我会害怕 但是我还是把门推开 然后走出去 就是我无所谓 我当然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会觉得 我们都是人也会这样 但是 因为我觉得 不是 也不是因为他们 不讲理想 因为他们的想法 是已经过度了 他们身边可能没有这类型 大家不看新世界的人 所以他们的想法 会一直更新地步 所以他们会觉得 同性恋好像是 是违规常理的事情 但是 我以前也会觉得我很奇怪啊 我高中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很奇怪 然后我会一直压抑我自己 我是上了大学的时候 才慢慢发现 你 你越压抑 就是你越压抑 你越想要 疯狂的内心会跳出来 所以 你倒不如就是 好好接受你内心的小女孩吧 让她适合 因为我知道 压抑是非常难过的事情 就像是 如果你今天喜欢一个男 就像是异性内心的 那个女生 她喜欢一个男生 她都不让她知道 她自己心目的是女孩 那种感觉 我跟你们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我想对那些还没有认 更认识自己的人 说 就是 我觉得 现在我有能力去保护别人 是因为我也曾经像你们一样 感到非常的不安 很害怕 但是 你们不要觉得自己都是一个人 因为 你们每一天都是在经历考虑 就是我 我今天来 访问的时候 我也会碰到很多很尖锐的眼光 但是我希望 你 如果以后有能力 更勇敢了 请继续保护 像我们一样的人 甚至还没有走出来 柜子的那些人 让他们知道 他们自己不是一个人的 嗯 就这样子 然后 永远要保持善良 跟同理心 这样子 记住你的最初的 那个感觉 才不会 变成不认识的那个人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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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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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